当地时间10月23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喀山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 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 习近平指出 伊朗是具有重要地区和国际影响的国家 也是中国的好朋友 好伙伴 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 中医关系的战略意义更加凸显 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 中方都将毫不动摇发展同伊朗友好合作 中方支持伊朗维护好国家主权 安全和民族尊严 稳步推进自身经济社会发展 改善并深化同周边国家的牧林友好关系 中方愿同一方坚定相互支持 维护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维护两国的正当权益 中方愿同一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 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健康稳定发展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祝贺并欢迎伊朗首次作为正式成员 参加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 指出 中方愿同一方在金砖等多边框架内 加强合作 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的影响力和发言权 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佩泽西西洋表示 中国是伊朗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一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及各领域合作 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一方西同中方共同努力 落实好两国全面合作计划 推动两国在互联互通 基础设施 清洁能源等领域深化合作 取得更多成果 这不仅将助力伊朗国家发展 也有助于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 一方愿同中方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 坚定相互支持 共同反对霸权霸凌 感谢中方支持伊朗正式加入金砖合作机制 期待同中方在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密切协作 双方还就当前中东地区形势交换意见 习近平指出 中方对当前中东地区局势深感忧虑 尽早实现加沙停火指战 是缓和地区局势紧张的关键 国际社会应该形成合力 敦促有关各方切实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动荡